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捞女 虽说她最后如愿拥有了很多很多的钱 但这些钱却是她用灵魂换来的 小说的最后 江喜宝甚至因此而抑郁了 可即便如此 被翻拍成电影后 还是有很多人理解江喜宝 觉得她不过是为了让自己过上好日子 甚至还有人帮她开脱 说她是遇上了真爱 表面上看 喜宝确实是一个顶级捞女成功的故事 但实际上 义书要说的是 她的成功是以牺牲自己 出卖自己换来的 在我看来 义书是在用江喜宝的遭遇 典型那些想要成为捞女的女人 让他们明白 要不要能不能学她当捞女 请先掂量好 都说义书源于生活 义书笔下的江喜宝 甘愿被老牛吃嫩草 其实也反映出了现实生活中 男女感情的一个现状 那么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女人甘愿被老牛吃嫩草呢 在小红看来 这个问题需要辩证地看待 女人有女人的原因 男人也有男人的问题 首先女人的原因就比较简单了 那些和江喜宝一样 愿意被老牛吃嫩草的女人 不过是为了钱 为了很多很多的钱 老女之所以被称之为老女 就是因为 她们可以为达到目的 不择手段 在她们眼中 男人年龄大一点 有什么关系 只要愿意给自己钱 那就不是问题 三年前 小周和女友准备结婚 可双方在商量财力的时候 出现了争执 女友说她大老远 嫁到周芳家里 为了以后不受欺负 周家人必须给她准备30万的财力 而且直言这30万 只能属于她一个人 不管以后出现什么问题 她都不可能 把这笔钱拿出来给别人用 周芳的家庭并不富裕 家里准备的婚房 就已经花光了积蓄 但就算如此 她们还是愿意 拿出10万作为彩礼 周芳的父母更是表态 哪怕这钱是借的 也不需要她们小两口来偿还 可就算如此 女友还是不肯让步 最后 女友因为彩礼的问题 主动提出了分手 这段感情也就此 画上了句号 而分手之后没多久 周芳就从朋友那里得知 女友已经和一个42岁的男人领证了 对于这个消息 周芳不敢置信 但事实就是如此 女友选择了一个 和她父亲差不多大的人 就是因为 那个男人有很多很多的钱 不仅能给她30万彩礼 还答应她婚后养她一辈子 就这样 女友风风光光地出嫁了 出嫁的时候 她甚至还邀请了周芳 周芳没有到场 但听朋友说 不仅是她 就连她的父母也无比开心 甚至还有那么一点小骄傲 女人甘愿被老牛吃嫩草 最现实的原因就是爱钱 这样的女人爱钱胜过爱一切 只要有人愿意给她足够多的钱 她就会把她当成真爱 张爱玲说 对于大多数的女人 爱的意思就是被爱 所以对于那些 甘愿被老牛吃嫩草的女人来说 爱的意思就是被很多很多的钱围绕 当然 一件事情的发生和存在 都不可能只是单方面的原因 哪怕另一方身上 只有很小一部分的原因 这部分原因都是值得深究的 抛开女人爱钱这一点来说 哪个女人不想要嫁给年轻帅气的男人呢 都说 爱美知心 人皆有知 男人喜欢年轻漂亮的女人 女人又何尝不是 那么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女人 甘愿被老牛吃嫩草呢 事实上 越来越多的妈宝男 凤凰男 珊瑚男 便是造成这一现象的祸首之一 现实生活中 年轻的男人越来越缺乏担当 不说 有车 有房 有存款 他们连最起码的养活自己都成了问题 不仅如此 还有的男人完全没有责任心 根本不明白 结婚之后 作为一个男人 自己应该承担起什么责任 甚至连养家的问题都要交给女人 试问 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 女人图什么呢 图爱情吗 最可悲的就是如此 这样的男人连爱情都给不了女人 只会把女人当成保姆 我身边就有这样一个例子 小周 是我的大学同学 如今 他嫁给了一个比他大15岁的男人 对于这段婚姻 我不好评价 但我知道他选择这个男人 比选择他前男友好上100倍 小周的前男友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妈宝男 俩人在大学谈恋爱的时候 小周就受了不少委屈 毕业之后 小周努力工作 从管培生做到了一个大店的店长 而他的前男友呢 一直眼高手低 因为家里惯着 毕业一年多都没有正式工作 这样的情况下 两个人的花销 基本都是小周的负担 可就算如此 前男友还是不懂得珍惜 习惯了小周的付出 把小周当保姆一样使欢 不仅如此 他还自命不凡 在家闲着 和其他的女人暧昧 后来小周和他分手了 分手后 小周在职场上 遇到了他现在的老公 对方主动追求他 虽然年纪大了一点 但对他既体贴又温柔 前段时间 小周收了一对双胞胎 小周的婆家 把小周和孩子 照顾得很好 小周的老公 也会在下班后 一起带孩子 你家人 可谓是其乐融融 你说小周是爱钱吗 我想不是的 那他为什么甘愿 被老牛吃嫩草呢 可能换作是我 在这样两个男人的选择下 我也会选择后者 所以 男人在抱怨女人 勿制爱钱的同时 也应该反思自己 想想自己是不是 也有很多客观的问题 小红不否认 女人心中理想的另一半 一定是既年轻帅气 又有钱多金的 就拿喜宝来说 如果薰聪奴 年轻有为 性格不那么懦弱 我想 喜宝可能也会选择他 而不是选择他的父亲 我看过一书的很多本小说 喜宝 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本 在我看来 读懂这本小说的人 也就读懂了爱情 读懂了女人 小红希望大家都能够明白 作为女人自身 不能太过爱慕虚荣 丢了自己的底线 同时 作为男人 也应该努力奋斗 做个有担当 值得被女人爱的人 最后 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本视频 对您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点点订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